立法會會期即將完結 在星期一晚 立法會舉行識別晚宴 行政長官梁振英 以及多位官員和議員都有出席 梁振英在晚宴致辭時強調 政府重視行政和立法關係 否則早前不會向主席曾鈺成提出 出席星期一的答問大會 我和第二世界政府 特別重視行政和立法關係 因為我們在上任後的第一個工作 昨天7月3日已經向主席提出 說我在今屆立法會任期屆門前 到立法會和大家見面 出席的答問大會就是明天下午 而主席曾鈺成就感謝議員的貢獻和支持 特別感謝建制派議員選他做主席 建制派投了我票之後 我也知道過去這四年他們忍我 有時忍得很辛苦 我的工作表現 無論是做的裁決或者主持會議 很多時都會引起他們不滿 不過他們都會有很大的容忍度 除了間中叫我辭職之外 晚宴上有四位議員被抽中上台發表感言 其中一位被抽中的是社民連的梁國雄 他批評小圈子選舉 又向梁振英提出多項要求 包括落實普選和增加水果今次每個月三千元 行政長官梁振英會在星期一出席立法會的答問大會 而立法會的會期會到星期三五夜前結束 O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OONTV東方電視新聞